根據南加州大學的最新研究,由於海平面上升,海岸侵蝕速度加強,預計到2050年,南加州沿海地區的居住成本將是現在的5倍。 海岸侵蝕將會導致海岸線後退,陸地面積減少,使得當地需要發揮更多資金進行管理和收復。 同時,海用土地的減少也會導致房價上漲。 研究者使用了過去和近期的衛星圖片通過算法分析,研究了Santa Catalina海灣從洛杉機縣延伸至Baja California的海岸線。 預測結果顯示,到2050年,海岸侵蝕的速度將從目前頸每年1.45米增加至3.100米。 另外,研究還指出,當城市沿海地區發速發展時, 建築和其他建設活動可能會阻止沙和泥土等物質自然流向海灘,導致沙灘沉積物不足,容易遭到海浪侵蝕,是導致海岸侵蝕問題架劇的重要因素。